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少了錢了 其實日常生活中 我們經常會遇到很多既不公平仍不合理的事 的士司機不找豪子? 經常吸不到收費電視 其實生活例子比比街市 但很多時候我們都選擇 先待著 就連我們最貼身的找房子轉屋問題 原來這個情況都雷見不鮮 早前利家閣推出的真盤員計劃 吸引不少傳媒廣泛報道 其實影子盤的現象 一向在地產代理行業是十分普遍 還一直影響著每一個想賣樓或租樓的你 在市場上以往大部分地產代理 都是用了一個模式叫做一盤多出 即一個盤入面就出了很多次 令市場充斥著非常多的盤口 其實影子盤除了一盤多出之外 很多時候盤方面 用了不是單位的圖片 令到有些買家混淆了 可能單位不太漂亮 而一個代理放了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便會誤到客人 當然除了影子盤之外 市場上也有些叫做釣魚盤 甚麼叫釣魚盤呢 就是有些代理方面 可能盤未必是那個價格 它登下一個比較是 業主未必是同意或者接受的價錢 而是將它登下去吸引賣家的注視 為之它是希望用到這個方法去引賣家 才給電話代理 從而再介紹其他盤員給它 影子盤數量這麼龐大 即使今天有地產代理站出來 一改傳統銷售手法 但市民權益又是否真正能夠得到保障 因為我們是受地產代理監管局的監管 如果你裏面的資料不符合的話 從而放在網上或廣告方面 地產代理便是犯例的 我們希望撥亂反證 甚麼叫針判員呢 就是真實委託、真實在售、真實圖片和真實價格 我們其實在資訊科技發展中 都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可以配合現在我們的計劃真盤員推出 達至到在人工智能方面 它自己可以去過濾了 無論我們在圖片、簽委託書的內容 以及價格方面 是有一個人工智能去做一個篩選和一個監察 就算在我們公司來說 都是有些同事可能有機會 將一個盤裏面 重複燈一、兩次或兩、三次 導致市場上充斥著很多盤口 當然我們走到真盤員之後 明顯地看到我們在市場上推出 在我們的網頁裏面 盤口數量是急劇地減少的 不過我們覺得不要緊 最重要來說是市民看了之後 發覺我們的所有盤口都是真的 所以我們在研究一套真盤員計劃裏面 希望可以帶領行業入面 進入誠信和專業階段 自真盤員推出以來 各大地產代理行的紛紛跟隨 對於消費者來說 絕對是好消息 但或真或假背後 究竟影子盤為何出現 下集再跟大家探討 對於消費者的ophile 建議師電話